欢迎大家来到羊兄咖啡店 就让我来带大家一起去聊时事吧 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又回到了羊兄羊茶啦 今年刚好是马中尽交的50周年 这一期的羊茶啦的节目呢 我们非常有幸能够请到 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这个老师 也就是傅聪聪老师 羊兄好 傅聪聪 各位观众好 傅聪聪老师呢 他目前呢 我觉得为什么很特别 是因为他目前是在这个北外 也就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呢 他是担任马来语专业教研士的这个老师 从2008年开始工作到今天 努力的在中国推动这个马来语系的 这个学习给中国的学生 所以讲到这里 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惊讶 是因为对于我来讲 我很少会听到有中国的学生 或者是中国的学院 在教马来语系 可能是我孤陋法文啦 到这个契机刚好 傅老师有访问件 我们就来问一问他 关于中国目前学习马来语系的情况啦 傅老师 听说这个北外的这个外国语大学啊 这个马来语系呢 开始正在蓬勃发展 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 开始接触到马来语系 是这样的情况吗 实际上不光是北外 在全中国目前马来语专业的发展 都是非常蓬勃的 我们现在大概有17所高等院校呢 开设这个专业 开设专业的意思呢 就不光是提供一个马来语课程的学习 我们相当于是招进来学生 他们在大学学习4年 然后最后拿到一个学位 这个学位呢 就是马来语言文学的学位 哦 那我比较好奇啊 因为通常我们很少听到中国人 会学习这个科系嘛 还有的马来语系嘛 然后对我们来讲 可能这个是属于小鱼种嘛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趋势 然后中国的这一方面 为什么会想要积极发展这个科系 我们会很好奇这一点 实际上呢 这个要追溯它的历史 是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60年代 新中国刚成立以后呢 中国呢积极发展与 我们当时叫第三世界国家 今天呢 我们叫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那马来西亚呢 也是东南亚重要的国家 为了了解这个国家呢 我们必须要知道 他们的语言是什么样子的 通过语言呢 才能跟当地人接触 我们的专业创始人 吴宗玉教授 他是我们这个专业的第一位老师 也是我们专业的奠基人 他呢毕业于北京大学 但是他学的不是马来语 他学的是印度尼西亚语 他在北大学习印度尼西亚语后呢 毕业之后呢 来到北外工作 刚开始他说是给印度尼西亚留学生 教马来语 之后呢 国家呢就说 需要开设马来语专业 而不是印尼语专业 因为呢 国家知道马来西亚讲的马来语 当时已经是 马来西亚马上就要建立了 因为是1961年的时候 他来到北外工作嘛 那会儿呢我们已经了解到 这个语言呢还是有差异的 所以决定呢 还是要开设这个马来语专业 能够呢面向马来亚这个国家 以及他的人民 于是呢1961年呢 我们这个吴宗玉教授呢 就开始着手 一边自己学习这个马来语 一边教授马来语 因为当时呢 他还没有机会来到当时的这个东南亚 或者我们叫南洋 那于是呢 他呢非常的忐忑 他不知道自己讲的这个印尼语 到底和马来亚 或者是1963年成立的马来西亚的马来语 是不是一样的 他就要认真地学习 但学习呢当时 第一没有教材 第二呢也没有其他的这种报刊啊杂志 第三呢也没有电视 那怎么办呢 他后来了解到啊 可以通过军用的这个收音机 军用收音机 然后呢来呢通过这个短播 听到呢马来亚 这个发出的一个广播 但那个广播很有意思 这个广播叫Swaramlayah Swaramlayah 叫马来亚之声 这个马来亚之声呢 是当时马来亚共产党 播放的一个 马共的电台 马共的电台播放的广播 那只能通过这个 他呢这个收听的时间非常有限 只能在夏天凌晨两点的时候 隐隐约约的能收到 凌晨两点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短播的那个频道 有可能是不是 我猜测了 一个是受干扰 另外一个是 可能当时的游击队 他们广播也是要选一个 非常这个隐蔽的时间 我猜测啊 这个都是我个人猜测的 很有趣 所以他在凌晨两点酷热的夏天 抱着这个军用的收音机 一点一点的听这个当时的马来亚的广播 并且把它录下来 录下来以后呢 自己就再听 再模仿 再听 再学习 这样他来学习马来亚 那非常的不容易 那他就是因为这个契机 在中国开箱马来亚系的第一个春天 对 就是当时 刚才渐渐的把这个专业的这个 相当于是教材啊 学习的材料啊 还有包括一些辅助的音频材料 终于的都组织起来了 后来呢 这个经过了60年代 70年代 中国当时也有一些这个动荡嘛 然后呢 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 终于我们的专业电机人 有机会呢 接触到了马来西亚的这个真正的马来人 刚好那个时候你谈到70年代 过后改革开放 马中建交了 马中也建交了 所以开始有这个老师不需要再听 这个马共的电台了 他可以亲自到马来西亚来见一见 对 当时他就利用一个杂技团 访问马来西亚的机会 当时1987年 他说有个杂技团 马来西亚 他作为随团翻译 来到了马来西亚 然后到马来西亚呢 他做翻译非常的紧张 他担心自己讲的马来语呢 这个当地人听不懂 因为他是第一次去 后来呢 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他说当时的这个代表团长 发言的时候说 我一来到马来西亚 就沉浸入这个友谊的海洋中 当时他非常紧张 不知道这个怎么翻译 于是他就采用了直译 他说 然后当时全场掌声雷动 然后他终于一块石头落了地 他说原来我讲的这个马来语 是大家能听懂的 他非常开心 也利用这个机会呢 在当地呢 也录了很多的当地的广播 来回来听 然后呢 同时呢 做教学的材料 当时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很多的材料都没有 我呢 入学的时候是2001年 已经进入新的一个迁徙年了 他还在那个部门 那个时候 我们的老教授已经退休了 但是我们那会儿的学习材料 也非常的匮乏 你说2001年的时候 我们学习马来语的材料 还非常的匮乏 那个时候呢 我们已经和马来西亚 建立了非常好的一个教育的合作 在1996年6月的时候 我们举办了一个国际马来语研讨会 当时请了马来西亚当时的教育部长 来到中国为我们的研讨会揭步 大家知道教育部长是谁吗 教育部长是 他就是今天 在马来西亚又非常热的 名称又非常热的人 他叫 当时他来到中国给我们研讨会揭目 其实纳吉布本人 对中国的这个马来语教学 马来语发展是非常支持的 他呢 看到这个中国学生学习马来语这么热情 特别的感动 他在1996年的时候 就邀请我们的师生到马来西亚访问 真正的亲身的接触了马来西亚 随后呢 我们01年的时候呢 这个资料也比较匮乏 然后呢 但是马来西亚政府 还有包括这个马来西亚的大学 和教育界的友好人士 也都积极的帮助我们 非常积极 给我们提供资料啊 然后呢 最后给我们最后牵线搭桥 把我们的这个马来语专业呢 这个教育师的基础上呢 又帮助我们建立了这个 马来语教学与研究中心 相当于这个是中马合作的一个 初步的教育成果 在90年代的时候 想不到纳吉先生对 马中在马来语系的这个学习 竟然贡献那么大呀 对 然后呢 后来他就升任副总理了嘛 副首相了 副首相 以后呢2005年的时候 他又来到中国访问 他也来中国访问 访问的时候呢 把我们的马来语教学与研究中心啊 又再次提升为 中国马来研究中心 这马来语就叫做 Busa Bunga Jam La Yujina 哦 也是他推动的 对 也是他推动的 于是我们就从简单的一个 马来语的学习 变成了研究 我们要进行Mlai Studies 或者叫Bunga Jam La Yujina 开始做研究了 打断你一下 我比较好奇的是 你刚才说之前的马来语系学习 那之前跟之后的最大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于 之前我们更加注重 语言技能的学习 怎么样可以跟马来西亚的人 进行正常的沟通 怎么样进行这种口译 比译 更多的是这些 但是这些只是语言的重复 它不创造知识 它并不进行知识生产 我们今天叫 Knowledge Production 我们并不做这个事情 但当我们提升为 中国马来研究中心的时候 这意味着中国人也意识到 中国人也可以参与到这个工作中来 也可以和马来西亚人 也可以和全世界的人民一起 来共同研究这个文化 研究这个民族 研究这个国家 开始更加全方面了 更加全方面的了解了 所以很有趣 非常的有趣 那他之后 我知道他也做了首相嘛 2008年他应该是接润 他之后也是有再继续推动 我刚刚有跟你的聊天有讲到 他也是有继续推动 这个中心的持续发展是吗 对 是的 他的前任实际上叫巴勒 阿敦拉巴达威 巴勒 巴勒实际上已经在帮助我们 推动这个马来专业的建设了 他呢 这个提议呢 在北外设立叫 Gursi Mlayu 或者叫Mlay chair 这是一个马来西亚政府高教部 公派到中国进行的这种 高级访问的学者 他能帮助我们推动马来研究 但这个学者真正落地呢 或者说真正来到中国 是在纳吉布担任总理的时候了 第一任的这个Gursi Mlayu 他是今天的这个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的终身教授 他是第一任 他目前还在马来西亚积极地帮助我们 开展各样的这种宣传 同时跟我们保持很好的联系 好那刚好我们谈到了 现在这个北外马来语系的这个发展 那你可以跟我们的观众大概分享一下 如果我是一名中国学生 我想要报读马来语系的话 那通常我会学些什么东西呢 现在呢 我们的课程内容非常的丰富 除了基本的语言课程学习外 在高年级的时候呢 我们还会安排很多的对象国的知识的学习 包括政治 民族 包括中马关系 还有马来西亚的外交 还有马来西亚的文学 各方面的课程都包括 同时呢 我们除了本科生层次之外呢 还有研究生层次的学习 也就是master 对 如果你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呢 你还可以继续申请我们专业的这个研究生 那今年呢 我们就会有两位新的研究生 进入到我们的专业大家庭之中 除此之外呢 我们专业呢 这个在2009年开始呢 通过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呢 已经向马来西亚呢 这个派送交换学生 派送过近十批了 哦 你们是已经有学生交换计划了 跟马来西亚的大学 我们是2005年和马来亚大学签订的 这个谅解MOU 那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们就派学生到马来亚大学学习 到马来西亚的这个 这个马来亚大学的 Academy Bengadjamlayu 或者叫APM 马来研究院 马来研究院 学习语言文学文化艺术 OK 那你们目前为止 比如说啦 你们中国的学生 他们交换过来 是同时在我们第二年呢 还是在第三年呢 有 以前是在第三年 后来呢 也尝试过一段时间第二年 目前呢 基本上都是在第三年 也就是说在中国学习两年以后 第三年到马大学习 它是一个必须的吗 还是还是一个选择性呢 我们自己还是希望学生能够 就是来到马来西亚体会的 但是这个我们其实也不强制 因为现在中国的学生有很多的选择 有些学生可能希望学习一段这个专业以后 未来再换一个专业 所以我们也不是说非得要学生去马来西亚 但是它会错过一个非常精彩的国家 它会错过很多非常丰富的经历 然后呢它会失去很多的这个在马来西亚拓展的机会 所以在这里面呢 我其实还是希望他们能够真真正正的来到东南亚 来到马来西亚去体会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 刚刚你讲的这个马中在马来语系发展的这个路上 中国这么看重马来语系的发展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 致使这个语系得到注重并且蓬勃发展的呢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吴宗玉教授呢就说 他经常说呢这个当时他经常思考 说这个要跟一个民族 要跟一个要跟外国人能够达到心之间的这种沟通 要真正的这个能够做朋友呢 语言是重要的桥梁 那马来语说叫 所以呢在当时呢 就是他是本着这样的一颗初心 然后呢来推动这个专业的建设 并且呢鼓励学生们学习的 那随着这个中马之间的这个外交关系日益密切 经贸往来呢日益频繁 民间交流呢日益的这种非常的这个 这个往来非常的非常多越来越多 那我觉得呢就说对这个中国而言呢 尤其是对中国的学生而言呢 学习马来语是能够帮助他们了解这个区域 了解这个国家 并且呢推动这个双边关系的发展 从官方层面 从个人层面呢也为自己开拓更广阔的道路 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们现在只是研究嘛 因为我们马来西亚也算是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 你们只专注在研究马来学 马来语系跟马来文化吗 其实还是你有涉及到不同方面的 这一点呢在中国目前呢 要分三类 一种呢是马来语的教学和马来语的这个技能的掌握 第二种呢是开展马来研究 尤其是对马来西亚的这个马来人社会文化 还有民族艺术的研究 第三种就是马来西亚研究 马来西亚研究其实它那其中也包含了和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接触 以及了解这个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这种历史文化 那它呢实际上从里边呢剥离出来呢 渐渐的并入到华人华侨研究里边去了 它是变成另外一个学系来做研究的 对对 所以我们实际上是分三种 就是马来语教学 马来研究 还有马来西亚研究 明白那你觉得往未来走 因为搞今年是马中50年嘛 那在未来我们这个在中国马来语系 或者是马来学或者是马来西亚学的发展 你怎么看啊这个前景呢 中国在去年刚刚建立了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 这意味着我们国家呢 越来越重视开展区域国别研究 那在这个基础上呢 未来我们无论是学习马来语的朋友 还是学习其他专业 但是又想开展马来西亚研究的朋友呢 都可以立足这个学科 从这个学科呢出发 然后呢一方面一手要掌握这个民族的语言 另外呢要了解这个民族的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 然后呢从马来西亚研究 进一步的往前走 这样呢这个专业 包括这个学科的发展呢 才能那个越走越远 越走越好 所以我比较好奇 从当你们的学生毕业之后 都是当外交官吗 来马来西亚 以前我们确实很多的学生都是毕业 做外交官 但是呢这个等于是二十一世纪以来呢 这个就业方向比较多元化了 除了去外交部之外呢 还有去我们的一个媒体 就是新华社 国际广播电台 然后呢同时还有去高校工作的 当马来西亚老师 然后还有一些呢 去金融部门工作 银行 开始多元化了 以及最近这个中国的很多企业都出海 到马来西亚到印度尼西亚 我们的学生也有跟着企业出海的 哦原来 那在未来 就你刚才说的 北外的马来语系呢 还会继续跟马来西亚大学 建立更多的合作吗 对我们一定会跟马来西亚的各个高校 建立更密切的合作 今年是中马建交五十周年 我在这里呢也做一个小的广告 我们会和马来西亚理科大学 在槟城举办一个 纪念中马建交五十周年的语言文化研讨会 然后呢也是两国学者 共同呢庆祝两个国家五十载的这个友好关系 并且呢 在这个知识生产方面 尤其是这个马来语教学 还有马来研究方面呢 继续的贡献我们的力量 嗯 真的听起来真的是 至于起码对我来讲 这样的发展其实是挺欣慰的 而且是尤其对我一个马来西亚人来说 听到中国的这样的发展 如果你没有来到建交的话 可能我也不会认识的 当然我们也希望说 未来能够更加多的马中交流 促进彼此的认识 我们也希望说马中关系能够越来越好 是 然后今天的这个访谈呢 我们就聊到这里先了 我们再次谢谢傅聪聪老师 好谢谢杨兄 谢谢各位观众 好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请不要吝啬订阅 点赞还有分享出去 因为大家支持是我最大的鼓励 我们下期再会 拜拜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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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